嗯是这样子啊 税务这一块的话 相对会计来来说哈 对于数字的敏感 对要求是比较低的 好税务这块的工作 其实要求的更多的是 跟客户的沟通 还有对呃对所有的 呃税务这个知识的一个了解 你了解完客人的呃信息 很大的一个是要求你更 detail一些 就说他因为税务是 比如说我们个人税 不管是个人税还是公司税来说 我们更多的是要先了解客户的background 他大概是什么样行业的 或者说他这个客户是呃 有哪一些的收入啊 我们简单的来说 就说哎这个客户有哪些收入 他可能只有他客户一般跟你交流的时候 会说哎我可能有一份工作 那我又有一个房租啊 我又有呃自己的一个contractor工作 但你在在跟客户了解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因为有一些税务来说很复杂 客户不一定一下子能把所有的信息 都提供给你 谁说作为税务师 我更多的会觉得是 你这个人要啊比较detail一些 比如说不是说客户告 没有告诉你的信息 就是哦我单做不知道 而是有的时候要跟客户 更深度的一个交流 就是说哎你你刚才你提到 你有做个contractor 那你这个contractor有相关的收入 好那也有可能有相关的收支 你有没有这个这块的东西提供啊 对于数字的敏感度来说 其实我个人觉得呃要求是比较低的 因为整个现在税务的呃发展啊 各喊各行各业吧 都是说非常依赖这个软件的发展的 就是说不不在于你每一个数字 自己去算啊 或者说每一个数字都要自己去 online去做research 所以说他这些这些软件 design 的过程中 有很多数据数据都是已经 built in 的 那更多的我们税务师 呃可能你 entry level 的时候 可能会打一些数字到软件里面 那后期的时候 其实更多的都是review这个税表 就是审核啊 比如说其他同事给你啊 准备的这个税表 或者说其他的呃可能出击一些的 啊同事给你准备的一些税表 那你来啊看大概这些信息 是不是合理性 是不是都已经申报到了 这样子 但是对于真正计算能力啊 可能对于啊其他的像呃 作为公司内部的financial accounting 哈来说其实要求会低很多哈 不需要那么高的数字的应该性 所以那在准备这个考试的过程 所要是要去背这个各种理解 而这个税法的一个模型 那就把这个detail给记下来 其实我们这个税务来说 是分为三个部分 一个是个人税 呃一个是公司税 还有一个是呃 法律这块 法律跟道德 那每一块他对于呃 考试的内容还有要求 都是有呃 不一样的 能税来说 简单来说就是更多的是呃 理解加背诵的比较多 比如数据考试 单纯考试来说 就可能需要呃 记下来的内容是比较多 我记忆的东西比较多 但是呢在公司税这块 就比较偏逻辑一点 就说你一旦懂得了 他背后的这一套的逻辑 为什么啊 国税局要这样子税 这个类型的公司啊 税啊比如说税税 c corporation 的公司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啊 对于partnership的公司 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对于s corporation 公司为什么这么做 你一旦理解这个逻辑 那在做题的时候 就算他有计算题 但是都是非常好理解的 因为你知道他的这个思维 好的思维 包括就说你啊 每个公司内体系的要求 那你做起来就是比较 呃不需要像个人税 那么背诵的 或者记忆的那么多 好更多是靠理解 那第三部分呢 对于道德跟法律 那肯定是呃绝大部分 好在我们老师 在讲课的过程中 我们会呃跟学生 嗯介绍这整个的呃 税法的这个系统啊 这个code到底是怎么来的 就大概的怎么演变过来的 那大家理解这个过程中 就会告诉学生 大概就是法律的申诉的过程啊 等等 那有一部分呢是靠逻辑的 但是绝大部分 第三部分呢来说 法律跟道德 肯定是背诵的会比较多一些